上次战斗的几日后 大剑晚上做了一个噩梦 梦到了贝加联合军的飞碟进攻城市 自然自己已经尽力救援 城市呢还是被摧毁 最终贝加出现 自己也死在了那里 清晨醒来啊 因为噩梦的关系 大剑非常不爽 博士很担心他的精神状况 最近是一年一度的牧场季 新登场的角色 荒野芬太 是隔壁牧场的独生子 木野光的儿时晚伴 从小喜欢木野光 感觉是波士类型的角色 傍晚研究所发现了 被加联合军的飞碟 还有四个小时啊 就会突入大气层 不过话说啊 即便知道敌人马上就要来 还是照常宴会 会不会酒驾呢 大家也真是心大 夜晚喝完酒的兜饺 还在一次撒酒疯 真是醉了 木野光一直喜欢大剑 想邀请他去跳舞 研究所这边 已经发现了敌人出动飞碟 但是因为荒野芬太 强拉着留守的研究员 参加宴会 导致研究所通知语闻 原葬博士的时候 联络不上 在大家开心的时候 博士终于察觉到了不对 自己命令留守的研究员 居然在宴会上喝酒 不过这时已经晚了 通知了等于没通知 飞碟已经对木场开始攻击 假如驾驶着TFO出动 不过TFO的武器 导弹实在太慢 虽然偷袭成功 拿到了手杀 不过立刻就被击坠 敌人出动了圆盘兽 巴尔巴尔 人家所使用的雷达迷雾 这样出动古莲泰沙的时候 敌人就无法侦测到 我方的大本营 巴尔巴尔的招式 是眼中光线和超强的爪子握力 古莲泰沙使用超级旋转 甩飞了敌人 最后用螺旋钻头 命中了敌人的翅膀 最后用宇宙闪电 加上对冲 消灭了敌人 都假如这次完全大酱油 因为一直找不到 大戒和古莲泰沙藏身的地方 卡达尔司令的女性人格 卡达尔女士 提出了一个建议 无差别攻击 所有古莲泰沙可以藏身的地方 布拉奇队长接到命令立刻出击 这次出动了大量的飞碟 不再是小打小闹的几个飞碟 先是城市 随后农场也遭到了攻击 被加联合军还在城市 投放了圆盘兽 咕噜咕噜 咕噜咕噜攻击除了喷射火焰 身上还有金刺 因为敌人的目标是引出大戒 为了不让敌人得逞 所以兜角先出击 将敌人掩开 作战执行很顺利 咕噜咕噜放弃破坏城市 重新变成圆盘形态 开始追击兜角 咕噜咕噜的圆盘形态出了激光 还有一个类似能量网的武器 困住TFO后 大量的飞碟一起攻击 只是单纯的被击坠 而不是直接爆炸 还是比较意外的 这说明TFO的防御还是不错的 或者说 敌人的飞碟武器威力太小 TFO坠落在一个小岛上 兜角也昏了过去 一段时间后 兜角醒来 但是TFO的通讯装置已经损坏 兜角的手臂和头部受伤 情况十分不妙 研究所失去了兜角的联络 大戒立刻出击 在兜角出击前 大戒给了角一个发现器 有了这个东西 大戒就可以很容易找到角 不过古连泰沙也被联合军发现 一段时间后 大戒找到了正在修理TFO的兜角 随后潜入海中 给角寻找了一些补充营养的食物 不过正在两人吃饭的时候 贝加联合军包围了这里 大量的贝加士兵和飞碟 对角大戒攻击 大戒突破了贝加士兵的封锁 登上了古连泰沙 却被刚好赶到的咕噜咕噜咬住 在关键的时候 兜角用自制的炸弹 帮助大戒摆脱坠机 古连泰沙分离圆盘 几人咕噜咕噜也可以分离 大戒再次落入下风 这时兜角再次驾驶TFO 帮助大戒 古连泰沙再次合体圆盘 使用圆盘独立武器 溶解淋浴配合宇宙闪电 消灭了圆盘兽 再次粉碎了被加联合军的计划 再次准备